嗨,Menskine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稍微记录一下 今天是1月4号 然后呢,现在已经是 晚上的5点半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 终于忙碌结束 然后呢,回到公司来 那我们今天去哪里呢 今天去车展 那去看了这个 南港的这个展览馆 那这一次去呢,先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人非常多,然后呢 其实我已经有十几年没有看过车展了 第一次看车展的时候是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中间这段时间呢,几乎没有机会去看 因为我不太喜欢人挤人啊 那因为我们频道最近有在拍 这个汽车嘛,所以想说去看一下 那看有没有机会可以认识一下 厂商,如果有机会将来可以 合作试驾,那我们 懂要拓展一些厂商的人脉嘛 那还蛮开心的 这次去遇到非常多的 粉丝朋友们,跟我打招呼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就是 下次如果有机会 你在路上你要看到我 你要跟我打招呼 可以大方一点 那这一次确实比较多 粉丝朋友来找我 然后呢,要跟我们拍合照 很开心可以看到大家 真的非常开心 我完全不会觉得被打扰 对,很多粉丝朋友会担心说打扰我们 其实不会 那有机会 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除了透过直播 可以跟大家互动 其实私底下很少可以跟粉丝朋友们互动 那基本上没有太 太over的这个 或太热情 其实都还好 我觉得粉丝朋友们都蛮节制 而且都很含蓄 那我跟Brian呢 就是,就是会跟粉丝这样 拍拍照啊 稍微聊个几句话 握握手 喊炫一下这样子 好,那大概聊一下就是 这次我们去车展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车种 那至于我本身对车子 我对机械的东西 其实本来就比较迟钝 所以你可以看到 Alan对于商业的东西很灵敏 但是对于机械类的东西 我就很迟钝 所以我去车展 其实我 我本身不是很懂车 我坦白讲 Brian比较懂 所以呢,都大部分让他去讲 那我们就在旁边辅助 我等于是当配角啦 那这次影片去呢 我们拍了这个 最主要是给主频道用 那今年特别 有多款的这个电动车 或混合电动车 就是油电混合 那尤其是像Toyota也好 BMW也好 Binsey也好 现在都开始出混合电动车 那当然也有看到 电动车的霸主啊 特斯拉 同时也有看到很多 showgirl啊 但是我坦白讲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在过去很多的展览里面啊 就是很多的showgirl 但是会 总是会让这个展览啊 会有一些失焦 因为什么 只要showgirl一多啊 现场就很多 这种醉翁之意 不在酒的 这种参观者 然后反而会让现场的整个 活动啊 或者展展览也好 会感觉不是那么好 我坦白这样 因为围了一群人 在那边一直拍照 然后要展的是车 而且你们一直在拍 结果造成怎么样 model没有时间 可以招呼 真正想看车的课了 或者是跟车子 或者跟粉丝互动 但是呢 却来了一堆 就是只是为了想要拍showgirl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好事啊 其实我之前听说就 最近几年 有一些资讯展什么 开始厂商对于showgirl 这种东西 好像也开始慢慢节制 这是我所知道的 但是细节其实我不懂 我没有去看 那知道粉丝朋友 也许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现在这个 呃 逛一整天 其实真的会累 脚也会酸啊 呃 我们想说 把整个影片到时候 会用一个比较完整的 到时候会放在主频道 然后刚好趁这个 现在车展嘛 那车子的话题 现在也 大家都在讨论 那这支影片会尽快的上传 那当然也 大家也有一些 大家喜欢看的啊 譬如说 呃 漂亮的车模也好 或者是漂亮的车子 呃 我们尽可能呢 在主频道呢 简介 给大家看好不好 那 原来上 呃 这次去 你说有没有收获啊 呃 坦白讲 没什么太多新的收获 最 应该是说 现在处于 交替期吧 所以交替期就是说 呃 不会有太多新发明的东西 导致你去的时候呢 没有太多的 惊喜感 因为很多东西 你可能在 YouTube上面 或者是杂志上面 或者是 朋友在聊天之间 你大概就知道 会有这些东西 顶多就是新款的车 呃 提前展示 这次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 呃 比较名贵的车 像宾利也好 或者是像 呃 应该是以宾利为主吧 因为其实大部分很多的车 都是开放式的 让粉丝可以上前去摸 或者去坐 或者现场拍照都可以 那 确实有一些少部分 比较昂贵的车 譬如说像 呃 电动的 F 那个 F1 呃 应该是电动车的F1 我们一般呢 现在在用汽油的 电动车 呃 的 汽油的赛车 就是F1赛车 那事实上 现在还有一个联盟 叫做Fomula 1 英文单 英文叫Electric 那个E 它是一个 等于是 F1界里面的电动车比赛 它是车型 长得跟F1 几乎是很像 非常漂亮 只是说它是电动的 那像这种比较高阶的 赛车 就比较不方便给 现场的观众 去触碰 或去坐 所以它在旁边 围这个 围一个红色的 柵欄起来 就是你不能 请勿触摸 这样 我觉得一些 比较贵的车子 这样围起来 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我 这次我看到宾利 它 我不知道以前 是不是还是只有今年 这样 我看到宾利 它把整个 车子展示出来之外 它还用围墙 把它围起来 用个玻璃 玻璃围墙围起来 那 要看的人 只能在外面看 连走进去 你都不能走进去 然后里面就占了 几个销售人员 然后呢 当然会有一些 可能是原本 他们的客户也好 或者是他们的工作人员 在里面走动 你就会觉得说 这样子的氛围 其实不是很好了 我会觉得说 为什么现在人可能会仇富 仇富你知道吗 你看到那个氛围 你就会懂 为什么现在人会仇富 也就是说 我应该怎么讲呢 就是如果对于这种事情 没办法理解的人 他会觉得被羞辱 怎么样被羞辱 就是说 我们一样都是买票进来 我们一样都是进来看车展的 你如果不想要让我们看 你如果不想要让我们摸 你就干脆你不要来 你就不要来展览 你要来展览 就让大家看 那你觉得大家不要摸 你可以用个柵欄围在旁边 而不是隔离一个大区块 就这个区块是你的品牌 那这品牌 所有人都不能进去 那只有什么人可以进去 想要买车的人 或者是真的想要 有打算考虑要买兵利的人 才可以进去 那如果你没有想要买 你就只能站在外面看 这样的感觉 确实是会让人家 产生误会跟不舒服 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我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 我不知道别人的想法是怎么样 总之我觉得这样子的感受 其实确实不是很好的 那我当然知道兵利 它是非常贵的车 但是我觉得一个 这么昂贵的车子 这么高规格的 跟高贵的品牌 它绝对有能力去应付 如果不小心粉丝 或者是观众 不小心把车子弄伤 还是什么 这些后续的处理跟补救 这些车商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很简单 跟微不足道了 我觉得可能把这些隔开 我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是想要显得这个品牌的高贵 还是说真的是因为担心 车子的担心 因为兵利的车动不动都 是千万以上 是不是担心 有些人不小心把车子弄脏了 或者是刮伤了 这个可能只有品牌上才知道 但是我会觉得 这样子的氛围确实不是很好 对确实不是好 这是我的想法啦 我不知道看的人怎么样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车展 那如果你有看到的话 你可以在下面跟我们留言 但是我会比较希望就是说 如果是我的话 我应该是还是会展览 但是我可能不会用玻璃 玻璃墙把它围在外面 我会欢迎大家进来看 但是我可能会用红色的那种 红色的那个围栏把它围起来 但是我们还是很靠近看到 哇它内装是长这样子 那很漂亮 那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买得起 那我也不会碰到它 因为有围起来 我觉得这样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也是比较大气的一种方式啊 因为 坦白讲这个 这不会让我比较喜欢这个品牌 这是我的想法 好了 正式的影片呢 之后会跟大家分享 那今天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 明天见啦 各位 拜 对了 忘了一记补充一点 这是正式的影片呢 会在MSGAME主平常上架之外呢 而且整个影片都是4K的模式